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来看由枕上书铁粉李雪宁所写的三生三世佛令人下卷,九 墨渊当日深坠孔雀岛,昏死在了孔雀岛的岸边,但他醒来时已是三日之后,醒来后便往岛上的吃盐洞走去 谁知那洞中的虫鸣鸟只是情音而不识人,便向墨渊扑了过来 因为修为三十七成,墨渊只得掩着内息的不稳,用手捂着胸口,向山洞顶端走去 吸在了一棵参天大树之下,却不知他所吸的这棵树,乃是上古神树若木 这若木有着强大的神灵气息,能够感受和辨别世间所有圣灵的善恶与情感 而且已经在这四海八荒已经消失了几十万年,慢慢的也被所有的神仙所遗忘 却不想会在这孔雀岛上挥生这一株,由于消失了几十万年,也自然不会有人在食 若木感受着墨渊原神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已经辨别了墨渊的善,还有他所有的情感 于是若木用自己的神灵气息包围着墨渊 经过了半月神灵气息的调息,墨渊才缓了过来 墨渊察觉到了若木对他的庇护,但是却不得而知是何数 由于自己的修为已经受损七成,那孔雀岛再一一次便可大功告成 于是他也没多想,便在孔雀岛的若木下住了下来 夜了的时候,墨渊就会抬头仰望着天空,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不知不觉,墨渊在这岛上住了三个多月 明日几口用剩下的修为将最后的孔雀岛移到东面并加固了 倒是我的修为已经丧失,恐怕只能在这岛上度过这一生了吧 墨渊微笑着自言自语道,想着想着躺在若木下进入了梦乡 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一觉了 在梦里,他看到了他和东华,上晚 他们三人在夜空中抚琴,舞剑,跳舞 那时候是多么的美好 墨渊躺在若木的神灵气息里笑了 一日,墨渊来到了原有的孔雀岛 用自己的仙力移动了最后剩余的孔雀岛 温温地将剩余的孔雀岛向新孔雀岛的方向移了过去 当最终将孔雀岛完整的和尔文一后 又用谨慎的修为对仙仪的部分加固了起来 最后终于再也挺不住 飘在空中的他吐了一口鲜血 向孔雀岛若木坠了下去 就在他坠下的那一刻 他看到了一个金沙女子将他紧紧地拥在了怀里 墨渊眯着眼睛,勉强抬起了手 摸着金沙女子的脸庞,看着他说道 娃娃,你愿意见我了 随即墨渊便已婚了过去 哲言,快点过来看一下墨渊,他怎么了 上晚将墨渊搂在怀中,落在了若木树下 着急地吼着哲言 哲言和凤九在看到刚才那一幕时 已经明白了墨渊在做什么 上晚看到墨渊向孔雀导致一下的时刻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飞升过去,从半空中将墨渊接了下来 当凤九和哲言接近若木的时候 哲言感觉到了强大的神灵气息 哲言打量着这棵树,感觉似曾相识 但是又叫不出来 只见若木强大的神灵气息包围着墨渊 那些神灵气息缓缓地流进了墨渊的胸口 上晚静静地抱着墨渊不再说一句话 哲言看着若木散发的气息 溶进了墨渊的身体 当即来到墨渊身边,为他整起了脉 上晚看着哲言凝重的表情 后忙拉着哲言的衣袖问道 他怎么样 哲言低着头沉了一下说道 性命无大碍,不日就会醒来 不过,他修为尽尸 现在和一个凡人没什么两样 上晚松了一口气 眼中倾着泪花笑着说道 没事,修为没了没事 只要他还活着就没事 说着上晚紧紧地将墨渊搂在了怀中 凤九看着上晚和墨渊 不由罪主地想起了东华 凤九俯摸着若木轻轻地说道 你知道吗 我曾经种了一棵茶树 它也如你这般长得这么高大了 不知道我的夫君什么时候会醒 哲言转身看着静如神思的凤九说道 小九,墨渊没事 我看这树拥有神灵气息 可以让墨渊尽快恢复 不如你早些回去,看着东华去 凤九缓了缓神摸着若木说道 我只是觉得这树很熟悉 但是熟悉在哪里,我却不明白 我感觉它能够将我的思念传达给东华 是吗 我也觉得这树很熟悉 但是却想不起来了 哲言摸着额头仔细地想着 只见凤九缓缓地对若木跪下 行为三寇九拜之礼 将自己手指尖一滴血 滴入了若木下的黑土之中 只见若木的神灵气息越来越厚 将墨渊升起来 躺在了上方粗食的树干上 上晚哲言惊呆地看着这一幕 哲言看着凤九说道 我知道它是什么了 小九,你快点回黎灵之中 东华应该醒了,快点回去 我留在这里看着墨渊 凤九吃惊地看着哲言说道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东华醒了? 还没等哲言回答 凤九凤五九天的戒指 慢慢地闪出了光芒 只见戒指里面掀起云涌 凤九将手舞在胸口说道 东华醒了 东华醒了 我这就回去 说罢头也不回地 向青秋飞山而去 哲言和上网看着飞山而去的凤九 相视一笑 抬头仰望着 躺在若木上的墨渊 哲言 你不是说 你知道这树是什么了吗? 说与我听听 善网看着哲言说道 哲言一向说道 此说乃是若木 善古神术 既有强大的神力气息 可是万无生命善恶和情感 如人之善 他便庇护 如人之恶 他便会寂寞恶人 也就是说 只有善人才能接近他 木音星系四海拔黄天下生灵 这若木必是感觉到了 所以加以庇护 那你怎么知道东华醒了? 善网好奇地问道 那就要说一说 他的同胞姐妹贱木了 原来小九那理解茶数 不是什么茶数 而是贱木 贱木与若木本是双生 若木使人善恶 而贱木则可以使凡人生心 凡人要经过若木 使别善恶和情感 再登贱木 便可以飞身成仙 哲言抱着手笑道 那这和东华醒有什么关系 东华早就是神指了 善网还是不明白地看着哲言 哈哈 你可别小看了这若木和贱木 这二木本来是一直在一起的 但不知为何 一珠在此处 一珠在青秋 刚才小九想起了 黎雪上的东华 又想起了自己 曾经以血泪养育那珠黎雪 不由自主地 便给在此处的若木 喂了一滴血 谁知道这若木 似乎感受到了黎雪 所以二者有了灵系 这若木的神灵气息 也开始变得厚重起来 而若木必然已经 将这神灵气息 传递给了黎雪 东华虽然睡着了 但是东华可是一直 在喝黎雪所制成的茶水 这神灵气息 必然会入梦 所以我可以淡定 东华醒了 原来如此 只是不知道 默曰什么时候会醒 上王悠悠地说道 不出三日 她必醒 你放心吧 默曰并非眼神 受到震荡或者冲击 只是拼进了羞伟罢了 她得若木滋养 身上有若木的神灵气息 即使没有羞伟 等醒了 往黎雪那边再躺躺 我看着羞伟会慢慢恢复的 不用担心 哲言笑着 安心地躺在了若木树下 闭上眼 上晚则坐在了树下 静静地等着孟约醒来 凤九回到青秋后 急忙向黎霖飞奔而去 只见黎霖的仙帐已经撤去 凤九一路跑到了寒冬泉边 正正地看着站在树下的东华 只见东华正在看着寒冬泉的寒气鸟绕 东华将目光缓缓地移到了寒冬泉边上 一个红色沙衣的女子呆呆地看着她 额尽那火红的凤尾花下面 一双眼睛擒着泪花 东华看着凤九伸出了右手 微笑道 九儿 过来 凤九缓缓地走到了东华的面前 东华轻轻地揽着她的腰 将她拥在了怀里 凤九抬起头 用手轻轻抚摸着东华 俊逸的脸庞说道 东华 你终于醒来了 东华看着凤九 深情地说道 嗯 我醒来了 说完再凤九将红雨滴的双尘 吻了下去 凤九双手缠上了东华的脖颈 这一吻 吻尽了吃恋缠绵 诉说着二人无尽的离思与情愿 在狐狸洞住着的白晨和白滚滚 在仙丈被东华军撤去的那一瞬间 感觉到了空气中有微微震动 便从狐狸洞里走了出来 才出来就看见凤九向黎灵飞帮而去 白滚滚和白晨相视了一眼 心想 不是出什么事情了吧 当即也向黎灵赶了过去 当他二人来到喊动群边的时候 二人又对视一眼 尴尬地笑了笑 因为他们看见 东华正在用手揽着凤九的腰 而凤九也搂着东华的脖颈 望其内拥吻着 白晨和白滚滚走也不是 走嘛 肯定会被发现 站这里也不是 二人只好抬起了手 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东华察觉有人来 停了下来 不悦地看着喊动群边上的白晨和白滚滚 凤九顺着东华的视线看过去 只见白晨和白滚滚站在不动群边 用手蒙着双眼 凤九不由自主地脸红了起来 放开了揽在东华脖颈上的手 只见东华地心冷冷地说道 你们两个来做什么 白滚滚连忙放下手 拱着身作音说道 儿臣不知父亲醒来 和母君在 我和白晨感觉到了 仙丈撤去空气的波动 便赶过来查看 却不知父亲已经醒来 白滚滚忍着笑意 预本正经地说道 白晨也连忙拱身作音说道 恭喜世尊归来 东华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徒弟 没想到自己醒来 首次见面 居然是这么尴尬 东华地君挥了挥衣袖说道 罢了 出去再说吧 说着揽着凤九的腰 走出了寒冬泉 来到了林林的竹楼处 在竹楼前林树的石桌石凳下 坐了下来 白滚滚和白晨紧跟其后 站在了东华地君的 左边和右边 东华地君看着白晨 和白滚滚说道 你们还有事 没事就回狐狸洞去 今天晚了 今晚我要和你母君 在这竹楼里歇息 白晨和白滚滚相识 惹着笑语 只见白滚滚走到了凤九身边 用手扶着凤九的双肩 笑眯眯地说道 我们这边回狐狸洞去 不打扰夫君与母君歇息啦 希望母君再给我 添个弟弟或者妹妹 说着脱着白晨的衣袖 飞快地离开了梨林 凤九脸一红 看着东华地君说道 狂狂都九万多岁了 怎么还这么不正经 东华笑了笑 看着凤九说道 他说得也对 我们是该给他添个弟弟 或者妹妹了 凤九的脸更红了 东华看着凤九红扑扑的脸蛋 起身对凌凌布下了仙帐 来到凤九身边 将凤九抱了起来 缓缓向竹楼走去 十里凌凌竹楼中的床榻上 凤九在东华的怀中醒来 只见他与东华的头发 经过昨晚的缠绵 已经缠绕在了一起 竹楼内地上 床榻边都是他们退去的衣物 凤九向东华拢了拢身 闭上眼 紧紧地依偎在了东华的怀里 凤九缓缓睁开眼睛 静静地看着被眼张睡的凤九 左手紧紧搂着凤九白皙的肩膀 将下巴点在了凤九的头顶 游声说道 你那天为我赢的词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九儿 凤九不说一句话 紧闭着的双眼 眼睛缓缓地流出了泪水 凤九用手搂上了东华的脖颈 抬起头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东华依旧俊朗的五官 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东华眉毛 眼睛 鼻子和嘴尘 东华伸手将他的手抓着移到了心口上 这件心口那道伤疤依旧历历在目 东华不愿意将伤口的疤痕抹去 因为他的心早已给了凤九 凤九睁开眼睛看着东华说道 昨天你醒来我太高兴了 所以忘记和你说正事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是不是莫冤的事情 东华温柔地看着凤九 将脸颊靠在他的前额 嗯 莫言上神已经将恐惧岛加固 但是修为应该是 应该是 尚文和哲言正在恐惧岛陪着他 凤九一边挤着他和东华缠绕在一起的头发 一边说道 我都知道 但是我还想你再多陪我睡一会儿 东华继续搂着凤九的肩膀 柔声说道 滚滚和白晨还在狐狸洞等我们呢 夫君 凤九红着脸又继续说道 东华抽搂着凤九的手 振着额头侧握着嘴角向上弯起了一个糊涂看着凤九 怎么如今你比我都还操心了 对了 东华 你身上的伤 还有你的仙法 凤九担心地看着他 为了滚滚 东华自己挡了三十六道天法 耗尽了所有的法力 已经没事了 我只是没想到 你以血泪养的灵血 会是贱木 东华笑着说道 起身将内衫穿在了身上 将外衫换成了紫色的长袍 贱木 是什么 凤九也起身将自己的衣物穿好 一边梳着自己的长发一边问着 东华走到凤九旁边 从他手中拿过谭香木梳 帮凤九一边梳着那一头漆黑如铺的长发 一边说着 贱木和若木 乃是上古时候的神木树 此树双生 因当年我正战四海八荒 战五四起 在对敌时 不经一间仓河的剑气劈开了这双生树 此树已经在四海八荒已经绝迹 若木就有神力的气息 善变 变善恶实情感 而贱木 凡人则可登树成仙 对于仙神来说 却是恢复修养人神 和恢复仙力的最佳地 两树心已相通 当年你以血泪供养贱木 已经是他的主人 而如今 若木受了你一滴鲜血 感受到了贱木的召唤 所以现在 你是这二神树的主人 凤九吃惊地看着东海说道 我是这两颗神木的主人 对 你就是他们的主人 你想庇护的人 他们都会庇护 所以莫冤你不用担心 等他醒来 让他来剑木上休养即可 当初东海银洲岛尘后 封印在海底的上古神器 练羊塔开了一条缝 将整座银洲岛吸了进去 上了这一岛 这封印就有趋失 如果练羊湖完全开启 那这四海八荒的人 妖 魔 将无意能幸免 我看见孔雀岛有灵气 还孕育了九香瑶佩琴 却没想到孔雀岛的灵气 来源于若木 于是便打算将此岛 移到东海银洲岛的位置 替补风影缺失的位置 可是滚滚的事情 已经不能再等 我已经算到了我的结束 于是我便去找了莫冤 东华看着镜中的凤九说道 凤九看向镜中 看着自己的东华站了起来 转身紧紧地抱住了东华说道 你总是偷偷背着我做一些事情 东华揽着凤九 抚摸着凤九的长发说道 我如果告诉你 以你的性子 你一定会与我生死相随 我怎能让你再受到伤害 那你是否记得我从与你说的话 你生我生 你死我死 我会与你同生共死 凤九柔声说道 我记得 这不还有滚滚吗 不过我没想到 你会将滚滚也留在了太陈宫 由我来到这离林中 独自陪伴了我这几千年 东华思索着 原以为滚滚会是凤九的牵绊 却没想到 他可以将滚滚放下 而来守着他 滚滚那时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迟早会醒 所以我才会放下他 但是你什么时候醒来 让我无所处置 因为我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凤九不知不觉 那时已经见识了东华胸口的衣裳 东华轻轻地拍着凤九的背 安慰地说道 九儿不哭了 为父答应你 一定与你同生共死 嗯 东华 你知不知道那时我好害怕 真的怕你再也醒不过来 凤九将东华紧紧地搂着 投靠在东华的胸口上 双手不愿意松手 东华和凤九就这么静静地 在竹篓里相拥着 白晨和白滚滚在 狐狸洞外面 湖上的竹亭里下着起 姚佩在一旁煮着茶 看着他们对异 白晨一边看着佛卿 一边露着紫书道 滚滚 是最醒了 你怎么这么冷静啊 白滚滚看着白晨沉静地说道 你当我还小啊 夫妻醒来迟早的事 神仙最不缺的 只怕就是时间了吧 白晨笑着看着骑冰上的 悠坛婆罗花 又看着白滚滚笑道 对 最不缺的是时间 只见白滚滚看了看姚佩 又看着白晨说道 什么时候大婚 请为这个外甥喝上一杯 白晨和姚佩对视一眼 两个人的脸都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 白滚滚笑着继续说道 我是让你们请我喝酒 可不是请我吃西红柿 白晨一愣说道 什么西红柿 你们两个的脸这么红 不是西红柿是什么 白滚滚继续笑着说道 你这小子 我觉得你对情这东西是开笑太晚了 白晨放下手中的佛卿 看着白滚滚说道 再晚也有老师啊 看看你和姚佩 再看看富君和母君 我觉得我何其幸运 有这么多老师 白滚滚继续笑着旗 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就好好地守着云集吧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你也不是开窍晚 而是忘记了和云集的前程 等你想起来时 就不会拿我们说笑了 白晨落下一子说道 你输了 说着起身拉着姚佩 在清脆的湖中 吹起了香 浮起了情 白滚滚看着白晨和姚佩笑着 长而又看向了 其周边的悠潭婆罗花说道 虽然听很多人跟我说了 你我之间的事情 但是我始终无法记起你 或许等你再开始 我就会明白了吧 说着白滚滚轻轻地 抚摸着洁白的花苞 习惯性地将花盆 抱在了怀中 走出了亭子 看着湖心上的白晨和姚佩 东华地区和凤九 正缓步走出梨林 并听到了白晨的情香合奏 二人相识一笑 东华搂着凤九的腰 避循着情音 飞升到了湖中的亭子里 白滚滚转身 看见凤九和东华地区连忙行礼 儿臣见过父君和母君 白晨看见东华地区来到了亭子里 变形姚佩的手也来到了亭子里 弟子白晨 拜尽师尊 嗯 滚滚 成儿 你们也长大了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吧 不用陪着我们 东华地区坐下 看着已经成年的白滚滚和白晨说道 目光继而展现了白晨手中 紫衣紫童 长发及膝 垂眉低头的女子 只见姚佩连忙行礼 姚佩拜见东华地区 东华地区整着头 挥了挥手 免去了姚佩的行礼 向了向说道 这缘分可真是奇妙 若木生长于孔雀岛 没想到根深蔓延至赤岩洞中 孕育出了九香姚佩琴 更没想到 这琴的琴灵 来自于若木的神灵气息 白晨一愣 不明所以地看着东华地区问道 成儿不明所以 请失职几货 东华地区向了笑说道 那我们一起去趟孔雀岛吧 也该去看看沐渊了 或许你的九香姚佩琴 还会有奇效 白晨看着白滚滚 白滚滚摊了摊手 意思是我也不明白 东华地区起身 牵着凤九的手 向东海的恐惧脑飞升而去 姚佩化成琴灵 回到了白晨的心中 白晨和白滚滚 随即紧跟着东华地区 和凤九的身后飞升而去 上晚坐在树下 看着落地的东华和凤九 白晨 白滚滚 起身笑道 东华 不是昨天就醒了吗 怎么今天才来 重色亲友了吧 说着看着凤九说道 东华瞟了一眼上晚 又看着不远处 一脸坏笑 环抱双手的哲言说道 不错 我就是重色亲友了 有什么不满的吗 上晚笑着说 我们哪里敢不满 没想到你都活这么久了 还是老当立状哈 哲言再也没忍住 哈哈哈哈地笑了出来 之前东华不紧不慢地说道 嗯 等摩渊醒来 你也可以领悟一下何为老当立状 少晚 摩渊情况怎么样 东华帝君抬头看着躺在树床上的摩渊 转头向哲言问道 我推算这三日会起 让这神灵气息多给他养药 他如今秀为尽失 等醒来 还得再去小九的离灵住一阵子 哲言若有所思地说道 怎么 你也发现了神木之间的联系 东华笑着看着哲言 嗯 当小九滴血入土的时候 我便已经察觉 只是不明白这两棵树的种子 当年是怎么分别存活在这岛上和青秋的 哲言询问着东华 我一息记得当年大战时 这双生树是被我的仓和剑技劈开的 劈开后 这树便消失于养育他们的土地中 然后连着土地 像似海八方飘走了 当时在大战也没注意那么多 一直后来我也遗忘了这事 却不想一方白土飘落在了青秋 一方黑土飘落在了孔雀岛 又重新生根发芽长了出来 看来这世间万物 果然都有自己的原法 赵儿木已经任凤九为主 而我是白晨的师父 白晨手中的九霄瑶佩琴 便是这若木的树根孕育而生 秦林也自然带着若木的神灵气息 这原法太玄妙了 哲言少婉凤九不由儿童地说道 更玄妙的是 莫冤乃是白晨的受情恩师 虽未曾行过拜师礼 但是思悦的战神莫冤 已经将毕生的情乐 传授给了白晨 现在七夕在这若木上 与白晨的九霄瑶佩琴 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东华看着白晨继续说道 诚儿 你就抚琴吧 莫冤还需要更多的神灵气息修养 然后又转向凤九 看着凤九说道 将你的血再比三滴供养若木 这样神灵气息会更厚重 有助于莫冤更好地吸收神灵气息 白晨和凤九点头 便做起了东华交代的事情 只见凤九像若木下的黑土 滴入三滴洗后 若木似乎感受到召唤 整个树冠抖了抖 厚重的神灵气息笼罩着整棵树 白晨扶作着九霄瑶佩琴 只见瑶佩从琴中走了出来 挥舞着紫衣青纱 神灵气息逐渐向她靠近 瑶佩指引着神灵气息 向莫冤的元神灌注了进去 上完目不转睛地盯着莫冤看着 忍不住飞身上的若木 看着莫冤守在了莫冤的身旁 东华地坚和哲言 凤九 看着这一幕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好了 这篇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想快点看下一篇的 赶紧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我是雪梨 咱们下期见了 赶紧订阅大雪梨 小铃铛 静泥 屏幕